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的总执行长 杨培明教授 欢迎杨教授 思维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今天一早杨教授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非常棒的好消息 我知道现在打开新闻 从头到尾每一则都是跟新冠肺炎有关系 但是还是要告诉大家有关于一些肝病治疗上面 今年2020最新的健保补助的一些措施 这非常的重要 我们要请杨批来跟大家稍微的聊一下 在我们2020的时候 其实健保对于吸肝的患者口服新药的补助 有了新的经费跟新的政策方向 我们请杨批来跟大家做说明 好的 我们在卫福部陈部长努力之下 跟政府要了一个特别经费 总共有82亿 82亿新台币 所以大概有5万多个名额 可以来治疗我们的C型肝炎 那么这样子的话 事实上今年我们台面上 大家已经知道有吸肝的患者朋友 大概都有机会接受治疗 甚至运气更好的时候 对于曾经治疗失败的病友 也有机会第二度 接受这个C肝全口服新药的治疗 那么其实去年开始 几乎已经没有什么设限了 也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病情 只要你有慢性C型肝炎 就有机会接受治疗 那么到去年6月 连这个6个月也取消了 也就只要血中测到C肝病毒 不管多少就可以接受治疗 那么到了后来 两种全口服 而且是全基因型的药物 都陆续在健保给付里面 那么这两种药到了今年 有一点差别 一开始的时候 其中一种药可能因为某些因素 所以它又被限制在第三级的纤维化 那另外一个药是可以 所有的纤维化都可以给付 那么在这边要告诉各位听众朋友 好消息的是 从3月1号 也就是事实上现在已经3月6号 从这个月的1号开始 这两种药 全基因型的药物 不管怎么样的纤维化 就没有条件了 也就是说 只要你血中测得到 C型肝炎病毒 就可以接受治疗 那么另外一个好消息是 可能从4月1号 或者是4月中开始 这个其中一种药 它本来用在8周 就可以治愈的这个药 它对于已经有 代常性肝炎化的患者 另外一个药要用12周 那它本来也是要用12周 可是从4月1号 或者4月中开始 有机会只要8周 8周就可以治愈 也就是说 我们C肝的病友 它血中有病毒 即使已经有代常性肝硬化 那么服用其中某一种药 也只要8周就可以了 所以在过往我们治疗 C肝的口服心药的疗程 大约是12个礼拜 也就是3个月的时间 但是现在新的药物 有可能大幅的缩短 提前到8周结束 8周变成两个月 两个月 这个意义其实蛮大的 尤其是对于一些 我们可能年轻人 会觉得说跑医院也没什么 但是对于一些 比如说出门比较不方便的 一些慢性病的患者 或老人家 甚至是住的比较偏远 工作比较忙碌的人而言 说服了那个疗程的时间 对他们很方便 没错 有的是甚至从国外回来 他们工作很忙 常常要出国 这个都有他们的方便性 当然这个8周不是百分之百 还是有少数的限制 比如说基因型第三型 这个C肝病毒有六个型 那其中第三型的基因型 假如他过去有接受过 干扰数治疗失败 那可能还是需要16周 这是唯一的例外 唯一的例外 但是呢 需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 今天是3月6号 虽然最近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 各大医院呢 门诊量呢 其实都变得缩水了 到医院去的人呢 变得比较少了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说您真的有悉心肝炎的话呢 还是要提早把握机会 因为今年的预算是82亿 对 但去年是几亿 去年大概65亿 去年65亿 但去年的65亿 在1月1号一开放之后 很快就用完了 我们到什么时候用完了 用到7月底 用到7月底就用完 所以时间呢 其实是对于很多的吸肝患者而言 他们急于想要积极 赶快治疗好的那个心情 是很雀跃的 所以还是要鼓励一下听众朋友 要尽早的来接受吸肝的 口服新药的治疗 而且要把握时间跟机会 因为搞不好这82亿等疫情一减换 一下子又没有了名额了 对 特别是对于已经有初期肝硬化的患者 我们建议还是及早接受治疗 为什么对于已经有初期肝硬化的患者 建议他们最好及早接受治疗 因为这个病情 它怎么进展 有时候很难预料 说不定一下子就变成有一点急性发作 那引起肝脏功能的衰竭 这样就有生命的危险 这个是无法预测什么时候会发生 好 所以已经是在临床上面确认有 厉害的纤维化 这样子 吸肝患者更是不要犹豫了 赶快去医院 因为现在事实上说不定只要八周 去两次就差不多了 就结束了 OK 好 而且呢 还是要再次的请杨批 来帮我们听众朋友的说明一下 因为这个C肝的口服新药 虽然即使我们呼吁了很多次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会担心说 不是吃药会伤肝吗 那你还叫我去吃这个口服新药 那这样子吃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副作用 甚至之前呢 吃一些肝脑素的朋友会觉得说 之前吃的时候会有头晕 掉发皮肤痒等等相关的 失眠脾气暴躁的问题 现在吃新的C肝口服新药 这些真的都OK吗 对 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副作用 只有少数可能不到10% 他可能有轻微的倦怠 或者是轻微的头痛 这些轻微都是不会影响日常生活 或者有时候轻微的肠胃不适 或者是皮肤有一点痒痒等等 这样子而已 那事实上应该都不会影响他的生活 不会影响他的健康 等于几乎是完全没有副作用 那治愈率呢 治愈率高达98%以上 高达98%这件事情 其实在医学上面 它带有很大的一个意义 因为很少有药物可以说 我可以治愈率高达98%的 治愈这个事情本来就是不容易 尤其是慢性病 好 那也要来请教一下杨皮 我想请您再跟听众朋友 再多解释一点 有关于全基因型的部分 这听起来就有点 那个医学上有点复杂 但意思是不是说 我如果是C肝的病毒患者的话 可能我的C肝还会检验出 我是属于ABCDE哪一型 那全基因型的意思就是说 不管只要我有C肝病毒 不管我是哪一型 我都可以接受治疗 意思是这样 我们大概C肝病毒 就像我们人一样 它有不同的基因型 我们血型有ABO 什么AB这些 C肝病毒有123456的基因型 这样的意思 那么全基因型的药物 就不管你是哪一种基因型 都可以治疗 不管你是哪一种的基因型 都是可以来接受治疗的 所以请民众还是要踊跃的 来接受有关于C肝口服新药的治疗 而且这是有健保全额给付 所以你除了自己的挂号费之外 你没有任何的需要增加负担的部分 真的是很棒的一个事情 那也要来请教一下杨皮药 就是我们也要来呼吁一下了 因为根据统计 C肝的患者也很容易在他的族群当中 有一大部分的人是肾功能比较差的 同时也具有糖尿病 那是不是本来就在接受洗肾 或肾功能比较差 肾衰竭的患者 甚至是糖尿病多年的患者 也需要抽血检查一下 自己有没有C肝 搞不好是连带的影响关系 是 我们其实是希望全民要接受筛检 但是这个有它的困难度 所以我们只好找出一些高风险的族群 那么包括这个慢性肾脏病 或者糖尿病的病友 因为据统计呢 慢性肾脏病的病友 特别是到了洗肾的阶段 可能高达百分之三十 有C肝的这个感染 那么糖尿病呢 也比较高 它的C肝的盛行率 也就是说一百个糖尿病的病友 里面有C肝的几率 比没有糖尿病的病友 要来得高 那究竟这个慢性C肝 是不是本身会导致慢性肾脏病 或者是糖尿病 这个当然是没有办法 直接去做这样的一个追踪 但是是统计上是 好像有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呢 有慢性肾脏病的病友 即使还没洗肾 还有糖尿病的病友 应该是要积极接受 C肝肝炎病毒的筛检 好 这点呢是非常的重要的 要提醒一下了 这两类族群的患者呢 其实本来就是 云酸是慢性病的患者了 我们至少要去除多一层的危机 把吸肝病毒呢 完全的撤除掉 那另外也要来请教一下杨毕勒 因为呢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 有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部分了 那看到一些临床上面的统计 也发现呢 似乎是一些年纪比较长 本身就有慢性疾病的患者 甚至是有糖尿病的患者 他们在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时候 似乎抵抗能力比较差一点点 甚至是比较容易会并发重症 这件事情会让有一些肝病病友 也会担心说 那如果我自己是B肝C肝的患者 或我是肝硬化肝纤维化的患者 我会不会也是抵抗力比较差的那一群 理论上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说 如果有比较厉害纤维化的病友 还是尽早把这个C肝病毒给它根除 这样对身体的健康会比较好 所以呢 如果已经有比较厉害纤维化 甚至肝硬化的病友呢 可能万一得到这个新冠病毒的感染 会有重症的几率 可能会比较高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除了好好的保护自己 戴口罩勤洗手之外 还是就是要把C肝跟B肝 好好的做好控制治疗 这点是要特别的来提醒一下大家的 但是呢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我们的主题呢 要来跟大家聊这个非常有趣的主题了 但一定也是很多人心中有的疑惑 你没有看错 我们今天在YouTube上面写的主题呢 是有洗肾 那请问有洗肝吗 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 医学上面是真的有洗肝 对不对 有 那要来请教一下 为什么会有洗肝 洗肝的状况 它是怎么样的运作 跟洗肾是一样的机制跟模式吗 什么样的人需要洗肝呢 洗肝最主要两个时机 一个就是说万一慢性肝病 特别是肝硬化 已经到了需要换肝的时候 可是等不到肝脏 不管是人家捐的肝 那这时候呢 过度时期 可以暂时拖一个月 赶快积极看看 有没有这个撕肝 或者是活肝的遗址 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个呢 是如果急性的肝衰竭 那么说不定 它有机会自己来恢复 不需要换肝 那这中间呢 一样可以用这个洗肝的方式 来度过这一段时间 所以它是跟洗肾一样 透过血液透析 也就是把你的血液流出来 然后把其中的一些不好的东西 滤掉之后 再让血液重新回到肝脏的意思吗 原理上是这样子 可是洗肝比较困难的地方 是因为肝脏的功能 跟肾功能是不一样 肾脏基本上是排泄毒素 那么肝功能呢 它除了排泄毒素解毒以外 它还要把胆红素 给它去除掉 另外一个更重要 它有合成的功能 合成什么 合成蛋白质 一个叫白蛋白 我们全身白蛋白 是靠这个肝脏在制造为主 那么白蛋白是维持 我们血液的渗透压 最重要的一个蛋白质 你假如蛋白质很少 水分就容易渗透出来 全身就会水肿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 叫做血液凝固因子 血液凝固因子有13个 里面呢 12个都是在肝脏制造 我们的肝好重要 而且呢 它的半衰期 也就是说它存在血液里面 可能半天到一天半 就减少一半 所以肝脏要不断的制造 那这个大概在洗肝 是不可能提供的 不可能提供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工厂的生产线 已经失去功能 几乎无法运作 本来有10条生产线 只剩下一条 我就算把你的工厂洗得再干净 你好像在讲口罩一样 没有啦 我是说肝脏如果有10条生产线 要做很多事嘛 因为肝脏是多功能的嘛 但是如果你肝衰竭的话 你可能只剩下10%的功能 那你就算把你的肝脏洗得再干净的话 它还是只有10%啊 就是不能完全取代正常肝脏的功能 没有办法取代啊 因为肝脏实在是太多功能了 功能太复杂 对好 所以洗肝这件事情是有的 在医学上是存在的 而且很久了 但是问题是洗肝就是一个过程时期 暂时的 最多是一个月 最多一个月 最多一个月啊 最多一个月 而且我后来查资料 我发现原来洗肝这件事情都自费耶 目前健保没有几乎 对 OK好 不过一般最多就两次了 一次半个月左右 所以两次 大概差不多40万左右 嗯 好好好 也是蛮昂贵的一件事情啊 好 所以呢 真的是要请大家好好的去留意自己的身体了 有B肝跟有C肝的患者呢 一定要积极的治疗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听到爆肝爆肝 在西医上面其实叫做猛爆性肝炎 猛爆性肝炎造成的急性肝衰竭 有时候也必须要靠洗肝来 度过 度过那个最危险的时候 对 等待自己的肝脏 恢复功能 恢复正常的功能 我有问题 那请问像 之前 有一些艺人吃了来路不明的偏方草药 然后造成的猛爆性肝炎 可以靠洗肝 来彻底的 恢复肝脏的功能吗 因为就像有一些人他误食了大量的药物 我们就会帮他洗胃嘛 把那些东西都洗出来 但是如果是吃了来路不明明的偏方草药 我们可以这样洗肝吗 洗肝的目的是说度过那个危险的时候 真正要恢复正常功能 还是要靠肝细胞再生 所以我们洗 对 我们就是说残存的 比如说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二十的肝细胞 它有再生的功能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争取时间让它可以恢复 不断的复制 然后恢复正常的功能 洗肝是这个目的 把这时候身体无法排除的毒素 先给它解毒掉 另外呢 万一缺这个白蛋白或者是血液凝固因子 只好用外来补 用打针来补 但是对于这个洗肝 它绝对只是一个过渡时期而已 还是要等你自己的肝脏功能 肝细胞再生恢复 正常功能 或者是等到换肝 就是等到有湿肝 或者是有人活体菌肝 这个部分 所以洗肝不是一个 长期的过程 跟洗肾每个礼拜要洗三次 那是不一样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 接下来这问题 不要说主持人怎么没有做功课 是真的网路上有听众朋友在问 所以我一定要问杨毕这件事情 很多人会觉得说 那洗肝的话 有没有可能可以把我体内的 B型肝炎病毒 跟C型肝炎病毒 这些拍秘亚洗出去呢 如果这么有效 我们也希望 一次洗肝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问题是困难 因为你洗的过程 只是部分血液的交换 那可是肝 这个病毒是存在肝细胞里面 在细胞里面 在细胞里面 不是在血液 不是 当然它会放出一些道血液 但是基本还是在肝细胞里面 而且我听说 B肝病毒还特别狡猾 会专到DNA里面 对对对 所以不可能靠洗肝 来处理这个病毒的问题 好 这件事情 是不可能的事了 所以呢 我们再努力看看 再努力看看 但是我觉得先发明 那个去除B肝的口服心药 可能这件事情 比较值日可待吗 多管进行 多管进行 好 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 很多听众朋友呢 都知道 像现在要领口罩 一次可以领三片了成人 今天开始 礼拜四 礼拜四开始 然后很多人呢 今天礼拜五了 对 所以昨天 昨天就大排长龙了 所以很多人就会开始 都知道自己的身份证末尾 数字是单号 还是双号哦 因为都记得很清楚嘛 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自己是B肝 或C肝吗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但这件事情 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在台湾造成肝病 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还是B肝跟C肝 这要请杨批来呼吁大家了 要怎么样知道自己 有没有B C肝呢 很简单 只要抽血 抽血一点点的血 就可以验 有没有B型肝炎病毒的 表面抗原 或者是有没有C肝肝炎病毒的抗体 这样就知道了 好 抽血就可以检验得知了 对 那如果有C肝的话 现在已经有健保补助 全额的口袭 我们如果有C肝的抗体 接下去健保会给付 验病毒 假如有病毒才需要治疗 假如没有病毒 那就没有问题 OK 那B肝呢 B肝当然就一直观察下去 然后看看这个病情的需要 可能要用药物 不管是口服的抗病毒药物 或者是打针的干扰素 假如是病情很稳定 很正常 就叫健康代源 就继续观察就好了 最终做超音波 以防这个肝癌的发生 OK 好 这个部分呢 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 抽血检查 知道自己有没有BC肝 还有持续做超音波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先进一段广告 等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邀请到的是 台大医学院的名誉教授 也是我们国内肝病的权威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的 总执行长杨培明教授 来跟听众朋友呢 聊聊有关于肝病方面的问题 有听众问说呢 干扰素跟C肝口服新药 有什么不同 BC肝都必须要吃干扰素吗 哇 这个可能要请杨皮解释 干扰素是打针的 那么干扰素的副作用很大 刚才你也提到 它可能造成这个掉法 或者是脾气不好 就情绪受影响 失眠 那么有时候会有发烧 白血球下降 很多的副作用 贫血 所以打干扰素 这个其实从民国92年 2003年健保就有给付在 BC肝的这个干扰素治疗 可是呢 我们的B肝或C肝病有 用到的机会不大 因为副作用实在太大了 所以我们那么多年 一直到这个 我们口无心要开始之前 只有10%到15%的C肝病有 接受了这个干扰素 加雷巴威林的治疗 那B肝呢 也有干扰素的治疗 到现在还是有 因为我们对于年轻的B肝病有 因为他们涉及到这个 要怀孕等等 这些生育的问题 那我们希望呢 用干扰素治疗的好处是 它是一定的疗程 可能只有一年 那么你顶多是一年后 治疗结束后再半年 的一个过渡时期 那之后怀孕应该没有问题 就你可以掌握这个怀孕的时机 那么假如是口服的药物 它也有可能影响胎儿 所以呢 你如果在服用口服药物呢 可能要服用多久 无法预测 那这时候你的最重要的怀孕的时期 可能慢慢就会度过去 所以B肝口服心 B肝的药物呢 有可能会影响到baby 所以最好是可以跟医生 讨论用药的时机点 对 跟用药的方式 对 好 那请问现在有吸肝的口服心药之后 那我们还要推干扰素吗 不必我们推 是病人根本就不接受了 OK 没有人接受了 也就没有人在用了 对 好 现上有用的黄太太 黄太太你好 小姐你好 我想要请教医生 因为我去健检检查说 我的肝里面有水泡还有疤痕 那我现在要怎样把它恢复变正常 水泡跟疤痕吗 我现在是说我要吃什么 还有要怎样让它恢复健康 OK 所以这个水泡是没有问题 它是个人的体质 它对身体的健康 肝脏的健康都没有影响 除非是非常大 或者是整个肝脏都是 这个水泡叫多囊性的肝病 但是这个机会很少 这个是遗传的 除了这个以外的水泡 都可以不必理它 就定期超音波追踪就可以了 那么疤痕这个 就叫我们叫做实质性肝病变 有时候医师会说 你的肝脆脆 或者表面稍微聊聊 那这个是蛮主观的 蛮主观 所以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呢 我们建议呢 再找医师呢 再确认 再做第二次超音波 对对对 最好是找肝胆肠胃科的医师 比较有经验来确认 第二个呢 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情况 那到底有没有V肝或C肝 那需不需要治疗 就要进一步再去了解 你的意思是那个瓜丑丑 是肝脏纤维化的意思吗 那所以如果你有肝脏纤维化 你要去抽血了解说 是不是你有V肝或C肝所引起的肝脏纤维化 最重要是因为这个判断肝有没有纤维 或者是结巴这个事情 不是每一个医师说的就算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不要那么紧张 还是找专业的医师来判断 是不是有这样的现象 要找肝胆肠胃科医师 对对对 好再做一次检查 然后不好意思 黄太太问这个问题 我一定要请杨皮回答一下 太多人都会问说 我要吃什么才能够让我的肝脏恢复健康 最好都不要 多吃 就是均衡的饮食就好了 也没有什么特别饱肝的食物或药物 没有 那个综合维他命什么都没用吗 没有没有用 没有用 就是饮食均衡新鲜自然就好了 对对对 好 这是跟黄太太分享的 下一位是黄先生 嗨 黄先生 嗨 是两位好 好 那个我个人目前是有那个胆绝食 那正在评估说 到底要不要做这个动手术啊 但是呢 在这之前呢 有时候晚上到10点11点 就会非常难受 那个就是 好像就是排这个 在应该怎么说 反正就是因为短节食所引起的症状 那我想要请教医师 就是说 在我还没有去动手术之前呢 比如说我在饮食上 尤其是晚餐 该注意哪些方面 第二个就是说 当我在这个大半夜很难受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临时性 去缓解他的这个做法 或者是药物 谢谢 我们能够做的 就是不要一口气吃太多油腻的东西 那听起来特别是晚餐的时候 可能吃的清淡一点 不要吃的太脏 这样可能比较恰当 第二个是 有时候医师会用一种药物 来缓和我们的平滑肌 包括这个胆管 或者是胆囊的平滑肌 让他不要过度的收缩 减少这个疼痛感 但是是不是一定有效 这不一定 要用了以后才知道 所以您可以去找 专业的肝胆肠胃科医师 请他开这一类的药物给你 看在疼痛的时候发作 试着吃看看有没有用 不过如果真的常常发作的话 那么我们还是会建议要考虑 开刀 就是把胆囊切除的意思 OK 好 但胆结石的患者不能吃太油腻 尽量不要一口气吃太多油腻的 偶尔吃一点点应该是还可以 但是不要暴饮暴食的意思 什么麻油鸡牛排 那种脂肪比较多的 就 吃适量 吃适量可以 不是都不能吃 吃适量的 好 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持续的扣应进来 扣应专线是83693398 83693398 我要请杨皮尔雷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了 很多人去做健检报告的时候 会看到就是健检报告上面 就会写说肝胀有实质病变 或者听到医生告诉你说 你的肝胀纤维化 然后每个人都会想说 这是什么意思 我要到肝癌了吗 或者是说 这是代表说 我是不是平常生活作息 哪里发生什么事情导致我肝脏纤维化 请医师来帮我们解释 这代表什么意思 对本来我们讲这个纤维化 或者是实质性肝病变的意思 就是纤维化已经开始出现 那么严重程度是看每一个人不一样 那这个就要小心 要找出他的病因等等 不过因为现在超音波的使用太频繁 特别在健康检查 那每一个医师的经验不一样 所以呢 在我们的观察里面呢 在健康检查的超音波 可能高达35%到40% 被写有实质性肝病变 也就是说你已经有肝硬化的前趋状况出现 肝纤维化 对 事实上应该没有那么高 所以我刚才才建议说 还是要找肝胆肠胃科 比较有经验的医师来做再度的判断 OK好 所以这个常常看到这几个字 但是如果真的发现的话 不用太担心 可以再找肝胆肠胃的专科医师 再做一次超音波 再做确认 那如果真的是的话 怎么再来 再看看什么样的病因 比如说B肝C肝或者其他的肝病 喝酒会吗 也会 也会 对 好 所以要提醒大家 我前几天去健检的时候 听到有人说 喝酒的人啊 平时就有喝酒习惯的人 比较容易有脂肪肝是真的吗 对 脂肪肝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脂肪肝病变 就包括了酒精性跟非酒精性 酒精当然是一定会的 那非酒精性就是肥胖 这个就造成了酒精 不是就造成脂肪肝 所以非酒精性的那一类 可能可能就是吃得太好 太澎湃了 对 那个是肥胖型的 对 那右边的这一种呢 可能是平常酒就喝很多 也会有脂肪肝 导致脂肪肝 脂肪肝炎跟肝硬化 OK 好 要提醒大家 罗小姐你好 罗小姐 你好 我请问医生一下 我腎脏是 左边腎脏有一颗 0.8公分的血管牛 那几年来 医生之过检查都是这样子 没有再大 那右边一颗腎脏是 原来是0.3公分的结石 那后来前段时间 医生过在检查是 结石就没有了 变成一颗水泡 我想问医生 这怎么回事 应该怎么处理 你是要担心吗 谢谢 第一个 结石我们是比较要担心 因为它有时候会引起 这个疼痛等等 不过如果是消失了 表示它已经掉出去 就没有关系 那么小的水泡跟血管流 在肾脏是没有关系 这也是属于个人的体质 OK 所以这个 不是只有肝脏 才会有血管流 跟水泡 肾脏也会有 肾脏也会有 但如果是检查出来 是血管流 跟水泡的话 它都是良性的 良性的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不会变癌症 不会 但是要持续最终检查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我看到YouTube 上面有朋友 有提出一些问题了 等会的时候 广告回来回复大家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邀请到台大医学院的 名誉教授 同时也是治疗肝病的权威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的总执行长 杨培明教授 跟大家聊聊有关肝病方面的问题 柯先生你好 你好 我是想问一下 因为我最近因为常熬夜 那我想问一下 那个医生就是说 那因为我肝功能好像有点不太好 那想问医生 因为避免怎样熬夜 会睡眠会比较足够 就是不要熬夜 你是说因为你失眠是吧 对 失眠可能 看看先找一般的医师 假如真的有困扰 就找身心科的医师 来看看有什么因素 这样子 好 另外我们先来回答YouTube的问题 有个听众朋友说 他是逼肝患者 已经吃贝勒克七年了 已经稳定 但是病毒还是存在 那可否争取 Fibroscan呢 补助一年一次的意思吧 他说他的检测值是31.9 好 Fibroscan这个检查呢 是一种利用超音波的原理 来看看肝脏的硬度 如果说这个31.9 是我们所熟知的 这个叫Kilopascar这样单位的话 那么就已经有肝硬化 超过12以上就有肝硬化 不过这个因为我没有看到正式的报告 这样讲可能不一定对 不过基本上他是看肝脏的硬度 那么每年争取一次 假如说慢性B肝 因为确实是没办法根治 一年一次 我是觉得我们将来努力看看 好 另外有人抽血检查呢 发现Gamma GT有100 但是其他都正常 超音波也正常 该怎么办 Gamma GT这个指数呢 常常是因为肝细胞制造出来 当然不是只有肝细胞 但是常是从肝细胞制造出来 他只要受到某种刺激 就会制造这个酵素 那么一般在我们的 不管检验所医院的检查 大部分是小于50或60以下 所以100左右是比较高一点 但是因为会引起Gamma GT高的因素很多 那常见的就是酒精 所以酗酒的人呢 他的Gamma GT平均至少200以上 请问这个是前几天有喝 还是是一直长期有喝 如果是长期喝的 你现在不喝 他还是平均比一般人高 那如果他最近又喝的话 可能高达上千 所以我们用这个可以判断 所以有时候他们会翻例做喝酒指数 但是事实上呢 Gamma GT高呢 未必是喝酒的关系 有的人只要吃一点药呢 就可能引起Gamma GT高 所以呢 Gamma GT高 第一个要检讨自己 是不是常常喝酒 第二个就要找医师 来帮忙判断 好 另外呢 有人问说 现在新生儿都有打肝炎疫苗注射吗 现在新生儿在台湾 都有打V型肝炎疫苗 对 都是有的啦 都有 好 我们来接刘小姐 电话 刘小姐你好 你好 我请教杨毕 我打完了三剂的那个B肝疫苗 那诊所就叫我回去说 你在一个月后来看看是不是成功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打完第三次以后的大概两个礼拜到四个礼拜 这时候如果B型肝炎表面抗体没有产生 那么表示我们这一次的疫苗接种是可以说是可能是会失败的机会比较高 当然如果第三次以后一个月测不到有的医师会再做第四次的注射 然后再看看最多曾经到五六次 我机率就越来越低了 OK好 有人一定会问说杨毕杨毕我的肝脏已经纤维化了或我的肝脏已经被医生说肝硬化了请问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逆转我的肝脏让我的肝脏回春呢 好如果已经真的到肝硬化要完全消失的机会大概就很少 不过呢如果是很初期刚刚我们这个纤维化到硬化可以从F1到F4 F4就已经进入肝硬化 有四个等级 有四个等级 从1234 那么如果是在越前面逆转的机会越大 比如说只有F1 F2会变成F0完全没有纤维化的机会就很大 但是到了F3 比较厉害的纤维化要完全消失的机会就比较少 那前面我可以做什么 那如果是比如说C肝我们就赶快给它治愈 如果是B肝赶快控制病情 就可以减少再恶化 那甚至有逆转的机会 OK 也就是如果你有B肝跟C肝的话 请赶快治疗才不会让你的纤维化肝硬化变得越来越严重的一些 那如果是喝酒引起的就赶快戒酒 好 王小姐你好 王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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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我女儿她体重不重大概50公斤 然后身高163 那她最近也去做体检 然后检查结果说她有脂肪肝 那因为她的工作需要长防上夜班 不晓得和这个有什么关系 然后她自己去药房就买了一些补肝的药回来 这样子好吗 不好 不好 第一个 这个不是靠药物的可以解决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脂肪肝是看它是轻度中度或重度 如果是轻度的话 有时候只要多运动 把这个饮食也注意一下不要吃太多甜的或者是油腻的或者热量高的食物 那应该就可以消失 所以不要靠药物 嗯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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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请问杨批目前全世界有药物吃下去之后就可以让脂肪肝消失的吗 应该基本上是没有 没有 没有所以不要去药局买偏方草药来吃好不好 这个这个听了就觉得好害怕 千万不要 但是我知道她的担忧在哪里了 因为163公分高50公斤 其实这算是一个蛮瘦的女生 应该不错 但为什么有人 你看像我胖胖的我就没有脂肪肝 这女生瘦瘦的有脂肪肝 这是跟体质有关系吗 有一部分可能跟体质有关系 比如说是不是她的血液里面的三酸肝油脂比较高 胆固醇 胆固醇影响比较不大 三酸肝油脂 另外一个是不是有糖尿病等等 这些可能要请教专科的医师 所以可以请王小姐再找专业的肝胺肠胃科医师 抽血检验刚刚的那些项目 再看一下确实的原因是什么 药不能吃哦 真的不要吃 拜托拜托 然后有听众说 她的肝血管瘤已经有9公分大的 似乎还在持续的长大 抽血跟CT检查都没有异样 除了持续追踪 请问在什么状况需要做其他的处理 一般而言血管瘤不管多大呢 只要他没有造成不舒服 应该是不需要处理 或是当然要确诊 也就经由这个电脑断层 或者是持症造影 来确定这个是血管瘤 那么9公分说起来并不是最大的 我看过的有20几公分的 活了20几年都没有事情 等等 那这个 几公分 那他后来不是因为这个血管瘤的问题 或是是因为其他的疾病 那这个什么时候血管瘤需要处理呢 除非是他长得很边边 有时候有很少的几率可能会出血 那这个几率应该不大 或者很少数的血管瘤呢 他就是会造成一些不舒服 那这时候才需要考虑开刀的这个情况 所以持续的追踪是非常的重要的 这是回复你的问题 不好意思心里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再多接听众朋友的电话了 但是还是要再次的提醒一下听众朋友 虽然最近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 大家比较少出门 也不会去医院 减少去医院 但是您有在做B肝治疗 或C肝治疗的听众 还是要持续 只要保护自己就可以了 而且现在医疗院所 其实他们做的那个消毒清洁 跟温度测量都很彻底 所以真的是不用担心 但是你所服用的B肝跟C肝的新药 还是要持续的吃 然后呢提醒大家 3月1号也就是几日起呢 现在健保已经全额给付 C肝的患者 只要你有测到C肝的病毒 就会来给付你全额给付新的口服新药 这类的新的口服新药治疗的疗程 大约是八个礼拜到十二周 八周到十二周 治疗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八以上 百分之九十八以上 而且呢是没有副作用的 所以呢鼓励大家呢 一定要积极的就医 去年七月这个名额就被抢完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一下机会了